美国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总商会在南加州帕萨迪那市举行了成立周年庆典 本次活动吸引了近300位政商界代表与当地民选官员及代表 包括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鑫、加州众议员方树强、加州高等法院法官周本利 加州前众议员伍国庆及马来西亚驻洛杉矶总领事等 众多嘉宾共同见证了商会一年来的成就与对未来的承诺 商会创委会长林达坚在致辞中展望了商会的未来 重申了其在全球商业界的战略地位 林达坚也回顾了商会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包括成功拓展至东南亚市场、举办关键社区议题讲座 以及在全球多个重要城市建立商业联系等 今天我们是11月5号迎来我们第一周年的庆典 虽然我们只有一岁,但是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请各位拭目以待,明年我们将会做更多的事情 谢谢 林达坚还在当天提到 过去一年商会不仅在国际上建立了合作关系 如与英国华人总商会的战略合作 还关注于本土的社区服务 提供枪支管理和税务等主题讲座 以及与政府机构的直接对话 倡导平等的商业机会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在致辞中赞扬了商会的工作 并鼓励其继续贡献于美国经济的繁荣 加州主机长玛利亚·科亨的代表 以及其他出席的民选官员也纷纷上台 表达了对商会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只了解,美国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总商会的宗旨 是加强企业间的联系 推动美国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经贸合作 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 商会也承诺将继续在全球商业舞台上发光发热 疯狂卫视林漢琴洛杉矶报道